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61年6月26日 父亲处雷就服从彼徒后感回心 我早料到已读了希腊的雕塑 以后的星座 那样的时代是离去不返了 正如一个人从童年到少年那个天真可爱的阶段一样 也如我们先秦时代两禁六朝一样 竟来长翻阅诗说新语 觉得那时候的风流文采既有点进古希腊 也有点像一复新时期的意大利 但那种高原 甜淡 素雅的意味 仍然不同于西方文化史上的任意的时期 人真的是奇怪的动物 文明的时候会那么明明 弹旋说理会那么倦敬 野蛮的时候有同野兽毫无分别 甚至更残酷 奇怪的是 这两个极端就表现在同一批人 同一个时代的人生成 两禁六朝多少野心家 想夺天下 称姑盗马人 坐下来 清谈就是职工老庄 佛教哲学的责任 连续品APP等你下载 下载 关照 中 Ou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